前世大陸房產模範聲 碧桂園三個大字現在喊出來 猶如過街老鼠 欠工資烂尾樓 碧桂園果然成為 中國大陸房市危機裡 最新引爆的地雷 光是今年上半年就虧損489億人民幣 相當於新台幣2150億元 去年同期還有19億人民幣的獲利 今年居然雪崩是大虧 後悔已經太遲 碧桂園前景悲觀 外資信品機構馬上開閘 信貸評級機構目的調低碧桂園評級 由CAA2調低三個等級調低到CA 評級展望仍然是負面 估計在銷售疲弱 以及未來12至18個月 有大量債務到期的情況下 碧桂園沒有足夠內部現金資源 應付即將到期的離岸債券 預言碧桂園現今即將斷流 就是因為碧桂園過往最自豪的高周轉模式 現在證明大錯特錯 碧桂園的創辦人楊國強 曾經自嘲自己是天下最傻 蓋房賣房吃力不討好 但是他同時也喊出 要把賣房子變得跟賣麥當勞一樣 全部標準化 快速最重要 因此有了碧桂園所謂345模式 也就是拿到土地後 三個月內預售開盤 四個月內資金回正 五個月內資金再利用 順風順水的時候 碧桂園快速在大陸三四線城市擴張 逆襲回都市 登上龍頭寶座 但是快不等於好 品質不佳 近年又遇上了疫情風控 全大陸各地工地得停工 貨款供期款還是要繳 買房的人又少了 碧桂園資金斷裂 周轉困難 跌落雲端 但是還想要翻牌嗎 碧桂園位於馬來西亞的大型綜合項目 被當地政府列為金融特區 目標是2035年員工 可以給70萬人居住 不過外電報道 項目目前只是完成了小部分 只有9000人居住 拿下了馬來西亞的重點投資項目 這能不能成為碧桂園的轉機 還是得看有沒有辦法先解決債務 倒是大陸政府開始出手就房市 推動落實購買首套房貸款 認房不認貸政策措施 這項政策作為政策工具 由各城市自主選用 實施後可以讓更多購房者 享受首套房貸款的首付比例 和利率優惠 簡單來說就是不管要換房還是首購 一律當成首購族對貸 投席款房貸利率都有優惠 其他像是浙江的江新市鬆綁縣房令 一天的話差不多有20組到30組吧這樣子 周日可能稍微多一點 他們過來的話會不會就是了解 就是創建那個政策地方 會 他們會有問過的 以前的縣令全部一筆勾銷 地方開始自救 而大陸房市目前到底有多糟 顯然是跌過頭了 顯然跌過頭了 關於整體市場判斷 我覺得用一個詞來說的話 就是膠著狀態 目前所在膠著狀態 因為市場的低迷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了 大陸的房產開發龍頭 萬科地產的董事會主席 玉亮直言 現在這一波 可能讓大陸房市一口氣 倒回17年前的開發規模 過度槓桿累積的壞債一次引爆 要砍掉重練 格外艱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